金香姐 大事不好了 别急 来 听口水慢慢说 听说村里来了个骗子 什么骗子啊 快跟我说一说 干什么样子我倒是不知道 但是他专门听这种小麦布 还有这种事 但他听了什么东西呢 我这么好心一路跑过来告诉你 可累坏了我了 所以我这肚子 我懂 拜托 你先吃一吃 不够我再给你拿 我爱 都是我爱吃的 谢谢金香姐 走散之王喝酒 你去也吃了喝也喝了 快跟我说说那个骗子到底骗了啥 哎 没啥 就骗了几包零食而已 消息我已经带到了 那我先走了 去吧去吧 就这一点伎俩 傻子才会被骗呢 这电影我是开不下去了 我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跑路了 你怎么丢了这么多电视 玩具在地上啊金香姐 你这样关电了吗 大众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哎 有了 刚好可以利用他 大众啊 只要上城里避避风口 你什么风口 姐 你是翻山了吗 哎呀 你听错了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姐要上城里走走亲戚 你就帮姐看个店吧 那姐 你不担心我偷吃零食吗 零食你随便吃 玩具也随便玩 就当姐请你的 总感觉有汪念 姐啊 可是我不会经营 要是亏了怎么办 不怕 那姐走了 你好好看店 你就放心吧 姐 哎呀 这下整家店都是我的啦 过了一会儿 金香你人呢 你房租还差两百块 苏苏苏 您怎么来了 原来金香姐是交不起房租 躲债去了 那我不是成替罪羊了吗 什么是你啊 大众 你给我把我骂 我也给不起两百块啊 哎 你就替下收费吧 不是让我给 是给我的 金香算错了账 多糟了房租 我这是退他的 发了 发了 这是我的 发了 发了 这下我不用跑路了 这钱是我的 姐 你怎么好意思呢 明明是你想让我当天 最羊才让我看见的 也是我的 收完钱当然也是我的 不对 就是我的 哎呀 那这钱到底算谁的